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感谢收看最新一期的最速开封 那么这一期节目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的玩具 就是眼前的这一款 是万代在4月21日推出的一款最新的NB系列产品 ARX7 强奴 这款产品的话官方定价是在21000日元 国内小伙伴的话应该在前几天就应该已经拿到货了 因为港版的偷跑是非常严重的 一般性会比日版提前三天到四天的样子就会出货 但萌兔这边的话因为是日版 所以说只能实打实的在发射当天才能拿到货 但还是那句话最速开封也许会迟到 但是绝对不会缺席 废话不多 还是先来简单的看一下这次的包装 然后这次包装正面的话 并不会再像之前的那一款烈焰魔剑那样 把天神音贵请来给我们设计一个全新的峰会 这次的话直接就是非常耿直的用产品的正面 咖战图来做了一个峰会 下面会有一些烫银的字 以及这边的话是全新的狂照第四季的logo 以及脚穿的认证镭射标签 然后再翻到包装的反面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次的一些什么武器的展示 以及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这边的话会有万代的防伪黑爱心的镭射标签 整体来说的话 这个包装会比之前的那一款烈焰魔剑要薄了非常之多 那么拿出那个烈焰魔剑盒来对比一下的话 就可以看到薄了接近一半这么少的东西 但是售价的话却比之前那一款烈焰魔剑要贵出了4000日元 以前只有17000日元 这次的话是21000日元 贵了这么多价钱到底是当中的内容物浓缩了 还是纯粹就是漫天要价的话 我们来打开包装看看里面的内容物究竟如何吧 首先抽出来的是两盒配件以及底座 下面的话是一份说明书以及一个泡沫包 里面装的应该就是本体了 那么打开这个泡沫包之后里面就是本体 以及一些支架以及一些替换零件什么的 好的那还是老样子 先把所有的内容物全部都取出来之后 再来慢慢的分享吧 OK那么把所有的内容物全部都取出来 摊在桌上之后 乍一看好像觉得这一次的配件相当的良心 相当的丰富 但其实仔细推敲一下之后就会不难的发现 其实这一次的产品和之前的那一款烈焰魔剑当中 所附带的配件有很大程度上都是重复的 甚至就连这次所附带的4种8个的替换手 在手的造型上都是和之前那一款烈焰魔剑是完全相同的 之前那一款烈焰魔剑的话 在萌兔之前的玩具屋的视频当中有过非常详细的介绍 如果对那款产品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视频去了解一下烈焰魔剑 那配件先放一边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本体 看看这次本体究竟是不是良心吧 这次本体拿到手上之后 第一个感觉就是怕不再会像之前那些个高达的NBC产品那样 给他身上加入很多的裂甲以及魔改的成分 这一次的烈焰魔剑的话 基本上可以说是100%的进行原著的中式还原 造型上的话是完全采用的是这一次 全金属狂招第4季当中所登场的 经过全新机设的这样子一个外形 那么首先还是来看一看这款产品 在大小上的一些个对比 拿来和它做对比的依旧还是ARTA的这一款强弩 以及前一阵子前两天 萌兔有拼装过的一款万代的拼装 那这三款放在一起之后可以明显的看到NB的体积明显是会比 这两款会更大一些 在比例上的话大致一算NB系列的话 虽然说NB的产品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大小比例 但是根据大小的换算之后 大概可以算得出这一款NB的话 大概是在1比48左右的比例 所以说相当于这两款1比60比例来说肯定是会更大一些的 身体上的造型的话和前两天文兔分享过的这一款 小比例的拼装模型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身上并没有多出什么全新的结构 只是多了一些个移印的这种注意符号 以及上面的一些非常细小的颜色分色点缀 身上的线条刻画的话也是相当的硬朗 一些个转角处也是做出了非常强的那种锐化处理 和之前1到3G的强度比起来的话 第4G的强度设计明显上来说这种机械质感会更强一些 在配色方面的话也和另外两款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MB系列这一款产品在白色的零件上 特别是在白色零件上 它是白棕透青并不是一种纯白的颜色 这种白色零件当中掺入了隐约的这种蓝色的配色之后 就让白色零件和它藏青色的零件的过度上不会显得太过突兀 整体的过度是相当的柔和的 对于视觉上的冲击也并不会那么强烈 这个的话如果是经常做拼装模型或者说有一点涂装常识的小伙伴都会知道 涂装当中会有一个原则就是白不纯白黑不纯黑的一个原则 在白色零件的涂装上一定要在白色上加入一点杂色 让它和整体的颜色表现会更加的协调才行 然后再加上身上的一些肩甲以及它胸甲的一些非常细小的金色小点缀的话 整体的颜色发色还是相当之棒的 然后在这种大面积的颜色涂装上也是使用到了消光的质感 整体的这种厚重感还是相当之强的 所以说对于这款产品的涂装表现文图还是相当满意的 然后下面再来看一看可动的情况 首先头部的话因为它旁边这两边的衣领还是挺高的 所以说对头部的干涉还是蛮大的 并不能做的非常理想 抬头低头的话也并不是非常理想 后面虽然说是会有个驾驶舱 但是你用到这样子的话就是把驾驶舱的档打开了 这其实并不是能算头部的可动了 所以说头部可动的话并不是很强 肩部地方的话因为没有背包的干涉 所以说360度旋转是毫无压力的 然后平抬的话手部单独平抬只能抬到90度 但是在它的腋下会多出一个关节 这个多处关节可以再要向上进行进一步的提升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它的肩部平抬超过90度 再把肩甲稍微挪开一点的话可以再更高一些 然后肩部向前的话也是一个连接关节向前弯曲 像拼装那样子这个关节的话就不具备可动了 然后驱肘方面的话因为也是一个双段关节 所以说弯到一个180度也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然后这个躯干部分的话前面的弯腰 以及挺胸的角度都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侧摆的范围也是非常之大 然后平转的话因为有前后裙甲的干涉 所以说侧摆并不能非常之大 大概也就是只有45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再到腰部可动的地方 首先可以看到在腰部的装甲的地方 会有一个非常小幅度的一个向上抬起的可动 然后在它胯部关节的地方 也可以将它的双腿向下进行一个平移 这样子一个向下的平移的话 主要也是为了让这款强弩 可以做出非常自然的下蹲动作 同时这样的一个关节 还可以给腿部提供一个非常大的上踢 以及后踢的可动 还有侧踢的话其实也还可以吧 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平踢 台平90度台平 这是相当可观了 大腿根部的话会有一个向外的平转关节 这个的话有一点中奖 这边这个腿是比较松的 这边这个腿的话是紧的根本掰不动 这边的话也就不去强掰了 然后屈膝部分的话也可以达到180度的一个屈膝角度 这样子一个可动范围的话应该是相当可观了 在脚踝处的可动应该也说是强弩的一贯传统了 就是前后以及左右 并没有球形关节 这是左右的关节好紧掰也掰不动 然后脚掌处的话会有一个小幅度的踮脚的可动 然后和之前那一款练魔剑一样 这款强弩的话在它的后面的驾驶层也是可以进行展开 展开之后可以装入驾驶员小人 有两种状态 一种是有人驾驶的状态 另外一个的话是无人的空坐状态 这两种状态可以选择一个 你自己喜欢的往里面装就可以了 然后AX7最标志的雕刀造型的话 也是通过脸部零件的替换方式来进行还原的 将它的这一个拆掉 然后再插上一把这样子的一个剑 就可以还原出它最为经典的雕刀瞬间了 当然除了它叼在嘴上的这一把对战车匕首之外 另外还会有两把单独的对战车匕首 大家可以看到体积上像照了哆啦哀梦的放大灯一样的 非常的大 作为强弩来说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玩点的话 就肯定是它的LAMDA系统的启动模式了 这次的话也是官方为我们提供了 是4块的替换零件来进行替换 才能够还原出它的启动模式的 它背后装甲部分的话 首先是将它往外平移一些 然后上下展开 然后再将这4根散热片插入它的后面的展开的结构之中 这样子的话就完成了LAMDA系统启动时候的一个状态了 这4根散热片的地方使用的全都是哑光电镀的这种涂装方式 整体的质感表现是非常之棒的 然后在肩部散热块的这个地方 虽然说也是具有一定的展开结构的 但是展开了之后当中的散热片是非常之短的 如果觉得不好看的话 要还原出它替换状态 就要将它的肩甲完全拆除 然后替换上一个展开状态的一个肩甲 替换上这样的一个替换肩甲之后 当中的散热片就会向外侧伸出 还原出的是它LAMDA系统启动结束之后的一个散热的状态 肩甲当中的散热片使用的涂装方式 也是和它背部的散热片是完全相同的这种哑光的电镀质感 在肩部侧面的4个散热口的地方 也用到了非常精致的金色涂装 细节表现非常到位 然后背部中间背后的仓盖也是可以像烈焰魔剑一样 可以展开露出内部的这种电池细节 好的那么到目前为止这款产品身上的所有的可动机构 或者说是一些个小细节的涂装也好 或者说是这种LAMDA系统的展开状态也好 这些设定的话在之前的一些个类似产品当中都会有所还原 这款NB系列既然敢称自己是叫究极的阿巴列索 其实当中是会有唯一的一点 只有一点是之前的所有产品都没有还原出来的设定 就是这一款NB身上它是还原出了ECS的电磁迷彩的一个设定 整体展开结构的话完全是不需要用到任何的这种替换零件的 直接进行展开就可以了 然后全身上下总共是会有16处结构的展开 这点上来说的话应该是圆了全球狂潮粉丝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怨念 因为终于把这个系统给做出来了 然后在武装方面的话 这一次的强奴为我们带来的是一把线弹枪 一把单分子匕首 两把对战车小刀以及两个手榴弹 这个武器已经在不多的基础上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和猎人魔剑是重复的 首先这一把线弹枪 拿出猎人魔剑的一把线弹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但是至少萌兔是没有发现有什么区别 可动的地方什么的都是完全一致 结构也是完全相同 完全是没有发现有什么任何一点点区别 以及改进的地方 这把对战车匕首的话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 连分色都没有任何的区别 手榴弹的话也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说这一次的强奴可以说是全新增加出来的武器的话 就只有这一把单分子匕首了 这把B手的话虽然说是会有一个刀鞘和刀身抽拔的结构 但是在剑刃处的地方完全没有独立的分色 完全单纯的只是使用了一个黑铁色的涂装 来对剑身进行了一点的涂装而已 然后最后还有一点的话 就是这次产品的地台 也是采用了一个类似于像格纳库一样的这种设计造型 这个地台的话其实也是和之前的AX8烈焰魔剑是完全一致的 拿出来对比一下 这个是之前的AX8和AX7的 两个在地台的纹理上是一模一样 只是在这下面的机体的名称处 有了一点点区别而已 这边是7这边是8 下面的三维信息有一点改变之外 其他这些个线条 以及旁边的支架什么的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这支架背后装手的一些装替换件的这些个地方 什么的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 这点的话 你哪怕纹理做出一点区别都是不错的 都是好的对不对 连纹理都是相同的话 确实是有一些令人失望了吧 所以说支架也没什么可多看的了 抛开底座之后 这一次另外一个新加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整背车 以及两个同比翼的人偶 人偶的细节做的也真是扎的无话可说了 没有一点点的涂装 你就稍微少点色 也花不了几个钱对不对 也没有愿意这样黑漆漆的一大片 还需要玩家自己来进行补色 但即使玩家自己进行补色的话 它上面这个细节又是刻画的非常的烂 如果不是把它和强奴放在一起的话 完全看不出原来这是向梁宗介 整背员的话也真的是没有什么细节可言 哎 垃圾 然后这辆整背车的话做的倒是挺好玩的 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械臂可以进行延伸 然后上面的话还会有一个 类似于像弹药仓 是可以给强奴头部的头炮进行弹药补充的一个弹药仓 工作人员可以蹲在这边 来还原一个给强奴进行补充弹药的一个动作 当然填充弹药的时候 也是要对它的头部进行一个零件的替换 换上一个这样子的零件之后 才可以还原出一个类似于像正在填补弹药时候的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的制作还是比较有趣的 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这一次的支架也有了一定的改变 在支架的杆子上多出了一段这样的可以左右旋转 以及前后旋转的支架 这样子的话就让强奴在POSE的展示上 会比之前那款恋爱魔剑来说的话会更加丰富一些 变换的角度也会更多一些 其他方面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好吧那么就是这样今天这一款ARX7强奴的话就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吧 OK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最速快封的全部内容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万代出品的NB系列ARX7强奴的话 说说它是什么最高完成度 但其实实际上新加出来的内容也就只有一个电磁迷彩的展开结构 以及一个整备车而已 就这么一丢丢的改变就敢要价21000日元的话 如果不是全金属狂潮的死忠 或者是NB系列的制霸党的话 萌兔觉得这款强奴真的是没有什么购买的必要的 上一周推出的拼装版 无疑会更加适合演员党和把玩党来进行入手吧 同时这一款NB系列的强奴 在日本这边的市场热度也并不是太可观 很有可能就会重蹈当年烈焰魔剑的覆辙 所以说如果不是太迷强奴的话 萌兔建议可以再观望一下 近期应该就会有一波降价的来临吧 好的那就是这样 视频最后千万不要忘了给萌兔点赞投币收藏以及分享 想要收看更多精彩魔玩分享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订阅以及关注一下 最后还是感谢小伙伴们长久以来的支持以及陪伴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